爱与医疗不分国界 带你来看 缅甸有一位患有罕见疾病的11岁小女孩 去年8月的时候 接受台湾爱新企业的帮助来台就医 历经三个阶段的手术治疗之后 改善了她原本模糊的视力 也重建了诱饵 而在返国之前呢 她还特地地用中文来表达谢仪 笑得有点绵点的小女孩小了 看得出来 她的右边脸颊和嘴巴还有点歪斜 不过这比起8个月前刚来台湾的她 已经差了非常多 像幼儿原本是没有的 热软骨做她的耳朵的外形 然后加上皮瓣 还有筋膜瓣的处理 除了重建幼儿 小乐的眼睛也有问题 为了治疗 医院成立跨专科医疗团队 分成三个阶段 从一开始的治疗眼睛 让视力功能改善之外 第二阶段则进入结构的改变 整形幼儿耳扩 最后第三阶段 着重在外观 进行右下汗骨与咬合的手术 开刀过程辛苦 还要挺过复健的煎熬 医生觉得小乐很坚强 我觉得她蛮勇敢的 因为这个多处的畸形 要经过多次的手术 一趟求诊路 小乐从缅甸到台湾 路程遥远 医疗费也不少 幸好有爱心企业愿意捐助 除了外表改变漂亮以外 她的心是变得更快乐 目前阶段性治疗已经完成 小乐和母亲也准备回国 他们说在台湾的这段期间 是欢笑和泪水交织 不会忘得是满满的爱和感动 明星余寿生台中报道